认识细致的私幼疑似未要案 完全是乌龙一场 但是赖清德团队道歉了吗 你连续被台北医院 北荣以及检方 连续打脸三次 请问赖清德 请问戴伟山 请问赖秉渝 为什么你们还不道歉 到底你们要说谎到什么时候 赖清德你要耍赖到什么时候 你说的 好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宜珍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戏指的私幼案 已经由市林地检署来做全案的签结 那我们这边要呼吁民进党的是 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 似乎从副总统到议员 都是诚信破产的情况 所谓上下交香贼蛇鼠一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的态度 给国人的感觉就是如此 再来呢 我们要回顾一下 2019年4月15号 蔡英文总统呢 曾经对赖清德来呼吁说 领导国家 诚信是最基本的条件 从蔡英文总统 2019年对赖清德的呼吁 放到现在来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副总统 赖清德副总统 赖清德总统参选人 赖清德主席 似乎连最基本的人格都没有 完全没有资格来领导台湾 赖清德退选刚好而已 我们从细致的私诱案来看 有三大铁证可以打脸民进党 我们想要请问赖清德 请问你要耍赖到何时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 第一次的打脸 细致的这个某个私诱的家长呢 6月15号在地方的社团来PO文说 自己的孩子被检验出微量的安眠药 29毫克 结果不到短短的时间 民进党现任立委赖品渝 赖清德的发言人戴伟山 以及民进党的现任议员黄琼慧 完全没有查证 不清楚事实的情况 就转发相关的资讯 而且指称幼童被喂药 好像是喂药2.0 喂药案不止一件 不是单一的个案 但是呢 后续根据卫福部 部立台北医院的检验结果 这个幼童的检验结果 其实是29耐克毫升 耐克跟毫克 完全相差了100万倍 后续的检验结果呢 更判断这个幼童的检验结果是阴性 我们这边要谴责赖品渝跟戴伟山 身为现任的民意代表 第一时间不查证 反而选择散播谣言 制造社会恐慌 这是第一次的打脸 第二次的打脸呢 细致的私幼疑似喂药案传出之后 其实新北市府6月17就派了土城医院的专业团队去入园裁检 总共有80位的幼身来接受裁检 数值都是正常的 其中针对写中本巴比托检测为灵介质的儿童 经过直谱仪的技部检验 最终也是未检出 这是第二次重重的打脸 民进党不断引射 喂药案延烧到戏指的谣言 至于第三次的打脸呢 细止私幼案一开始疑似验出有本二淡瓶的这个幼童 除了直谱仪的结果是阴性 昨天士林地检署也公布了毛发检测的结果 都未检出本二淡瓶以及本巴比托 士林地检署也表示 综合人证物证书证专业医疗以及监视机关的经验结果 这个案件呢与犯罪无设全案千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来 这个第三次也是重重的打脸民进党 所谓的制造恐慌制造谣言 所以此案到这里呢 证实细致的私幼疑似未要案 完全是乌龙一场 但是赖清德团队道歉了吗 你连续被台北医院北荣以及检方连续打脸三次 请问赖清德 请问戴伟山 请问赖品瑜 为什么你们还不道歉 到底你们要说谎到什么时候 赖清德你要耍赖到什么时候 你说的信赖台湾 完全就是谎言一场 再来 我们呼吁赖清德应该要率领的团队来道歉 我们也要求戴伟山发言人 你的发言已经制造了社会恐慌 请你辞去发言人的职务 也请现任的赖品瑜立委来退选 表达你的负责 好 我们在这边要首先要特别感谢 我们士林地检署在针对系子思诱案 这个案件里面展现的高效率 在昨天他就宣布签结以高效率的方式 让系子思诱案可以增相大白 让家长孩子们都可以安心 但是反观最早的板桥思诱案 在5月15号立案的时候 新北市政府就立即通报 新北地检署真案调查 但是至今已经超过45天了 他们新北地检署还没有对外公布结果 新北市地检署 到底要让交集的家长等到什么时候 还是你们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压力吗 我们希望在这边要严正的呼吁 新北地检署赶快对外说明 让真相可以水落石出 让板桥的家长都可以安心 好 那NCC的部分我们直接听吗 还是有媒体要先提问NCC的部分 好 那关于NCC强行通过静电室上架86频道 那我们这边呢要呼吁说 NCC已经正式的来跟全国宣告 自己的态度就是脏兮兮 今天是审查到上架的过程 全台湾人民都清楚的看到 民进党的党政高层 如何的以执政者的绝对权力 去对一个独立机关 也就是NCC来下指导棋 请问身为NCC主管的陈耀祥 你是自愿当民进党的鹰犬吗 你居然趁着立法院凶会的时候 强行的让进电室来上架 规避监督 你把学术伦理跟新闻自由 完全践踏在地 正坐实了民进党政府的施政 就是全台最大的黑箱 接下来我们请佳凯 好 我们想在这边先帮大家回忆一下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就有立委揭露 进电视媒体高层 直接在内部会议里面说 总统府以洪耀祥为代表 告诉主委陈耀祥 这是总统的旨意 甚至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有施压的过程 证明民进党政府 就是直接把黑手伸入独立机关 这就是证明民进党 就是破坏台湾新闻自由的最大的凶手 民进党就是最大的民主退步党 我想大家也记得 民进党过去不断的高喊 党政军要退出媒体的大气 当初喊最大声的罗文家 李文中都还要在 活跃在政坛里面 但是跟民进党的赖清德主席 也非常关心密切 但如今看来 民进党不但有派系 直接参与新闻台 电视台的运作 现在又公然的把黑手 介入新闻自由 大家想一下昨天赖清德 他在新闻媒体年会上说了什么 他说新闻自由是台湾的核心价值 他说在台湾媒体可以自由报道 也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 昨天强行上架进电视以来 民进党就是摧毁新闻自由最大的凶手 赖清德在台上说这些话的时候 难道心里都没有一点羞耻心吗 你民进党就是党政军寄生媒体的最大恶力 说谎跟毁诺已经变成民进党的最大DNA 好我这边来补充一下 就是NCC这样子的行为 就是在贯彻府跟院的意志 所谓的NCC独立机关 根本就是独立于民意以及民主之外 新闻自由对于民进党而言 根本是一个笑话 民主进步党已经是民主退步党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关于总统府发言人的一提回应 就是媒体有要先问一下 现场媒体有要提问吗 想要请教一下怎么 就是办公室这边怎么看 古拉斯爆出介入他的婚姻 然后现在民进党府院党的发言人都曾爆出桃色的风报 后办这边怎么看 这题我想由我来回答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过去来民进党发言人体系丑闻一堆 除了最近的古拉 康拉斯暗语的登圣母峰 之前总统府的前发言人丁雨宫 在局长室炒饭逼堕胎 还有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燕 各被传出仪式召记 接收性招待 还有立委王定宇居住在民进党前发言人严若芳的住处 还有王毕生被爆出有小15岁的 护理师的小三 还有私生女 这都是民进党的高官发生的一些丑闻 林总总根本庆祝难出 我想这几年民进党执政以来 难道你都不把你的重心放在工作上吗 我想明年大家目标很明确 就是一起下架民进党 让认真做事的侯友宜来当选总统 好那还询问一下有没条提问 想要请问就是靖范这边怎么看 就是民进党迟迟没有通过两岸监督条例 然后蔡英文执政以来一直没有处理 建立两岸监督机制是民进党一直以来不断的强调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执政七年多来 他通过了什么 他只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三的修正草案 但是呢 有关于大众民生经济的两岸协议监督机制 目前国民党等等的都有提出版本 但是民进党作为国会最大党却迟迟没有排审 请问一下蔡英文赖清德不敢推动的理由是什么 是你们一中一贯的逢中必反的立场 让你们找不到台阶下 还是你们发现民进党长期以来的说法 都是为了骗选票 你们拿到执政权进了厨房之后 就发现无法推动 不敢推动 不能够推动 还是说你们害怕讨论的过程中 将涉及宪法中的两岸地位 让你们的台独立场 所谓赖清德台独精孙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会非常尴尬 不知道如何表态 我们想请问赖清德 请问两岸的经济问题 对你而言到底重不重要 对于台湾到底重不重要 请问赖清德 你是不是认同当前陆委会 推动两岸经贸的方向 请赖清德跟民众说清楚 拿出你们的具体检方 不要执政以来 执政跟在野的立场完全不一样 民进党碰到问题 无力解决 只用一句务实面对 四个字就来呼隆 所有的台湾人民 我这边补充一下 同样的问题 我们也想要送给柯文哲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民众党在针对服貌的问题 很多争议 但是昨天民众党说 他们已经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的版本要送到立法院里面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对于服貌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十年前十年后 你的态度变来变去 而且你自己民众党的立委 在这一届依然主张要反对服貌 我们想问一下柯文哲 你对于服貌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只是左右逢源 只为了骗票而已 我想要再请教一下 因为今天行政院这边 拍板通过这个私校补助 那想问侯市长这边会支持吗 私校学败的补助 我想对于教育 大家已经都是吃死的态度 暂时重点就是在执政这八年以来 为什么你要拖到选举人才推出这个方案 我想这是大家最质疑的地方 你是为了骗选票 骗年轻人的选票吗 这才是大家关心的地方 谢谢 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